這邊是妳提的嗎 是我提的 不是 因為 因為我老婆之前住的那個地方 實在太糟糕了 會淹水 你知道嗎 對... 有一次我就是淹水 沒辦法出門 你知道嗎 他淹掉一台車 對啊 為了這個差點翻臉 沒有 因為我自己也住桃園嘛 然後他住南港嘛 那個時候 他會淹水 那我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要找一個地方住算了 那我平常通告也方便 你也離開這個地方 老淹水也不是辦法 是耶 真的嗎 那很爽嗎 OK啦 女兒都生了 沒有 我一定要 當他答應妳要跟妳住 當時的心情很爽 OK 我要動 譬如說 如果說他今天要跟一個男人同居的話 他就要把他所有的東西弄進去 然後他就要開始故事 你知道嗎 就是女孩子跟男孩子在一起 最恐怖的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很恐怖啊 他就是把他們家的那種就是 豹紋啊 不然就是那種Kitty貓 他男朋友的車子 都是Kitty貓的東西 就還滿恐怖的 然後男朋友就很無奈 這個是能接受嗎 我不能 沒有辦法 他可以在這個 房子裡面的某一個空間裡面 這樣子弄 可是他整家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不行喔 這不會太自私嗎 不會啊 男朋友就是也還好 就是覺得無奈 可是可以接受我覺得 對 抱吻 我男朋友每天在家扮泰山 你們 回來了 泰山沒有勤募 不是你們是 我 好 對不起 等一下 我要反駁一下 為什麼叫做同居就是 女生到男生的家去住 也有很多是男生到女生家去住 對啊 好 那我們反過來 我沒想到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男生到女生家去住 難道你到他家去住 你不會把你東西搬過來嗎 不是 他的意思是 全部弄成他喜歡的樣子 女孩子比較會 比如說有什麼娃娃 男生現在也很流行 什麼打電動啊 什麼公仔啊 也很多啊 對 好 如果說... 如果說一個男的 比如說一個男的 要跟一個女的同居 他把他全部的行頭 全部搬過去 什麼他喜歡的明星啦 公仔 籃球員海報 男生去好都沒有 不是 如果是說男生進去 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你們女孩子也會覺得很反感嗎 還好啊 要看他怎麼弄 那弄一個很醜 就是也是很... 沒有辦法自己說 你... 本來是屬於你的空間 好像... 就變了樣子 比方說他很喜歡弄一些 阿諾斯瓦心格的照片 我什麼時候弄阿諾 我不是喜歡的好不好 不要誤會了吧 對 對 我覺得他喜歡那種 那種... 這種的啊 那種女的空間 也是會的 我覺得看年紀耶 我覺得如果比較年輕的 可能比較會有這樣子的 那如果年紀稍微 成熟一點的話 可能只是在他自己的書房 或者是自己的空間 偷笑什麼 沒有 會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客廳 或者是其他的空間 共用的空間的時候 可能會是 就是兩個協調好 喜歡什麼風格的 你的男朋友 住的地方 是他曾經跟他以前的女朋友住過的 真的嗎 你們會再搬進去嗎 住的地方 是他曾經跟他以前的女朋友住過的 你們會再搬進去嗎 對不對 覺得那個空間 還滿不舒服 對 你沒辦法接受對不對 你搬家好不好 會不會 覺得地方不乾淨 會不會要求說 會不會要住在一起 可以要換一個地方 至少要換床嘛 不可能嘛 那個感覺就是整個就是 我覺得可能是換某些東西 所以你還是 可以容忍那個 原來的那個住址 地址 沒有 可能那個地方是OK的 那可能如果我過去的話 如果是我進去的話 我可能就大肆改變 內部裝潢 床的方位一定要改一下 對不對 就是本來... 你本來睡喜夢思 我要睡水床 改一改 對 對 多少把內部的東西 稍微改變一下就可以了 對... 那請問一下 當你們的另外一半 把床鋪成粉紅色的時候 你們能接受嗎 粉紅色還好 你都穿粉紅色襯衫嗎 對不起 我錯了 粉紅色啊 就是說 這怎麼講 這可以勉強接受 那有蕾絲邊的 勉強接受 然後加那個 我都不懂 那女孩子怎麼喜歡蕾絲 對 我也聽過男生喜歡蕾絲 我們還好 是不是有那種公主的感覺 男生不是喜歡蕾絲 男生是喜歡 他不是喜歡蕾絲喔 他喜歡蕾絲自己穿就好了 他喜歡蕾絲 可是你喜歡脫掉蕾絲 他身上是不是必須要蕾絲 但是我們不希望在床上有蕾絲 我們不能每次睡覺 都把床單給脫掉 對不對 要這樣講喔 憲哥 如果說你男朋友把那個床單 整個弄成迷彩的 打仗對不對 對啊 你們能接受 然後房間擺那個 生存遊戲的那個槍 對 你們可以接受 我剛剛已經說了 房間不要 就是私人空間可以 那床單變成迷彩對不對 我還OK啊 我覺得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兩個人相處比較重要 那些小事情 可是問題 我跟你講其實 其實同居最後發生的問題 就變成小問題 一開始大家都說 這個不是重點 所以溝通啊 比方說如果我真的不喜歡 我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不要用 用這個床單 用中和一點的 中心點 對不對 可以嗎 你在旁邊還有房間 好 如果對方可以接受 我就可以接受 對啊 那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如果說今天你的家 然後你新交了一個女朋友 是的 然後呢他就跟你同居住在一起 但是他常常在你的房間發現到 你前女友的蕾絲睡衣 或者是內衣褲 或者是很多東西 那他問你說為什麼他要留這個東西 你會怎麼說 因為我是一個不做家事的人 你要丟你拿去丟 我懶得管 對啊 我說他忘了拿啊 那所以他昨天有來囉 沒有啊 可是因為你因為同居 他怎麼會來咧 以前留下來 你從以前留下來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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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實話實說啊 就以前留下來他忘了帶走啊 就把他丟了就好了 我覺得 居哥要不要說一下意見 我覺得我只會讓這種事情 發生一次 對 對 你這樣 好男人 怎麼樣 不行啊 你這個想法 有沒有什麼會讓他發生 一定是我的疏忽嘛 對 對不對 你說不整理房間 我覺得太... 然後不整理房間了 怎麼可能 也是對... 對方的一個尊重嘛 對啊 你還讓他看到以前女朋友的東西 算是 對啊 我覺得這個說法 比較讓人家接受 因為康哥的說法是 我覺得應該是大部分人的答案 其實同居呢 多半都是女生先提出來的 是嗎 男生... 要少提出來 就男生會讓他自然發聲 那女孩子就說 那我到那邊去 我把東西搬過來什麼之類 是不是 沒有耶 我覺得不是耶 我覺得互相吧 我覺得都是循序漸進行 比方說男生說 那你今天剛開始交往可能 他就說 你再禮拜一到我家住兩天 那你住你就會帶一些 換西洪去嘛 然後放著放著 越來越多 越住越頻繁啦 所以一開始還是男生提的 女生怎麼可能會說 我去你家住兩天 對... 我想要在人家待一下 對 然後想... 怎麼桃園 東西通通翻來這樣 妳那時候 同居是妳提的嗎 是我提的 不是 因為 我老婆之前住的那個地方 實在太糟糕了 會淹水你知道嗎 對... 有一次我就是淹水 沒辦法出門你知道嗎 她淹掉才吃餓 對啊 所以回去住她家 沒有 因為我自己也住桃園嘛 然後她住南港嘛 那個時候 她會淹水 那我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要找一個地方住算了 那我平常通告也方便 你也離開這個地方 老淹水也不是辦法 真的嗎 那很爽嗎 OK啦 女兒都生了 沒有 我就跟妳 當她答應妳 要跟妳住的時候 當時的心情很爽 OK 我懂了 這是很後悔日子 怎麼會 沒有 她怎麼會說好 妳怎麼會回答好 我不... 我不記得我有很爽的感覺 男生是不是不喜歡同居 應該不會吧 看人 看人 在耍笨的時候就會要同居 耍笨 那還是耍笨的時候就會要求同居 那女生耍傻的時候也會要同居 對... 因為同居這個東西 說實在發展得好就很好 所以可能就慢慢結婚了 那如果說同居發展得不好以後 那個之後的麻煩就很多 比如說在家裡面吵架怎麼辦呢 就是沒有同居 吵完架回家 可能回家各自冷靜一下 對 可是妳這時候 有時候又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說妳同居在一起吵架 回爸爸媽媽家的時候 又會不好意思 對啊 尷尬 然後或者是說 妳吵架說 吵完架以後 妳可能想找一個空間去 自我去冷靜一下 而且不想讓人家這樣吵架 妳要出門那女的就翻臉了 要去哪裡 不要 趁熱不要回來 這種 就是說會比較有這些麻煩 還有就是分手的時候 分手的時候 妳是要叫她家搬出去呢 還是妳自己搬走呢 看房子當初是誰先住的 對喔 誰救人進來的 真的 那麼簡單 對啊 跟妳一起找 一起找啊 那就一起搬喔 可是通常不會有這麼好的結局 一定都是鬧得很難看 姐妹 不應該說 我妳不是說 她是在神奇心的 她是在神奇心的 但我應該到了 你選擇 她是神奇不遇 她的最愛 可是她是在神奇的 她是神奇之一 她是神奇的